第二章 耶稣在加拿 便水遗酒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親的賢籍 耶稣的母親在哪裏 耶稣和他的門徒 也被請去赴籍 酒用盡了 耶稣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 耶稣說 母親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 你們就作什麼 朝猶太人結證的規矩 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 每口可以剩兩三桶水 耶稣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了水 他們就倒滿了 直到缸後 耶稣又說 現在可以曉出來 送給管賢籍的 他們就送了去 管賢籍的常了那水便的酒 並不知道 並不知道是哪裏來的 只有曉水的用人知道 管賢籍的便叫新郎來 對他說 人都是先擺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 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結靜聖殿 猶太人的如意接近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見殿裡有賣牛羊甲子的 並有兌換銀錢的人 坐在那裡 耶稣就拿繩子作成鞭子 把牛羊都趕出殿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他們的借子 又對賣鴿子的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付的電 當作買賣的地方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 我為你的電 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耶稣以電屁幾身 因此 猶太人問他說 你記作這些事 還顯什麼神職給我們看呢? 耶稣回答說 你們拆毀這電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猶太人便說 這電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 但耶稣這話 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 便信了聖經和耶稣所說的 當耶稣在耶路撒冷過如月節的時候 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職 就信了他的命 耶稣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 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